哈喽大家好,我是老花一 现在秋天到了,慢慢的转凉了 很适合养长寿 也有不少的花友入手了一个长寿花 长寿花开花特别的漂亮 然后颜色也很多 像粉色啦,红色啦 还有大红色呀,还有一些白色的 绿色的那种浅黄浅黄的 就像这边的这种一样 特别的美 另外呢,今天大家在镜头里面看到的这种 是一个双半的 也有的说叫千层长寿花 也有的说它叫这个巴黎长寿 特别的好看 然后呢,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一说一些个 长寿花的养护吧 其实长寿花非常的好养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我以前在卖花的时候呢,那时候生意不好 老太太问我这花叫什么花 我为了好卖一些嘛 我说这个花叫死不了 你拿回去放心养,绝对死不了 然后问我怎么养 我说你干不行了再浇水 可晒可不晒 就是说干不行了再浇水就行 完了没几个月,老太太回来又买 他说这个花真好养 是的,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 最最注意的就是水分了 它和多肉一样的 如果说水过分的大 它就会黑,就会烂 它和多肉一样,提出这一点就行了 比较的耐干,但是也不能不给浇水 对吧,你适当地把握这个量 然后呢,就是它的一个光照 咱们基本上到手的都是这种满状态的 所以说不存在咱们去御花 咱们直接说怎么样去养就可以了 像现在的这种状态啊 对于一个光照的要求就是 半日照就可以了 什么叫半日照 就是说咱们人,正常的人 你能承受,他就能承受 你别受不了的,你给它曝晒 这个花也会晒干嘛的 虽然说人家耐旱,但是也会晒干嘛 这是结合了水分和光照 最后呢,咱们再说它的一个温度 长寿花呢,比较怕热 相对的耐动,只要零上五度以上 它就没什么危险 如果说低于零度以下,可能就不行了 尽量的呢,大家在室内也不会出现零下 所以说这个也不用太担心 然后就施肥了 开着花的时候,好多话就说 老花一,开着花的时候 别人说不是不让用肥吗 其实大家对这个有一点小小的误解 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 大家用肥和不用肥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说大家不用肥的话 可能开着花只有这么大一点点 然后有的花包呢,就开不出来 但是呢,它可能就是那种耐巴唧唧的 能开个十天半个月,能多开两天 所以说,如果说大家用了肥以后呢 它开花可就是大了一圈 然后红艳艳的 然后颜色呢,该橙黄的这种 显得特别的橙黄 它不会像这种颜色特别的浅 然后没有开开的那些小不点的 因为营养供物上的这种 坏包死包的这种 你给上它肥料以后,它也会打开 它的一个状态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所以让我来选择的话 我肯定是用肥的 因为养花就是为了红极一时嘛 花五百日红,对吧 谁不想让它把一个最好的状态看出来呢 对不啦 所以说,用不用肥在于自己 日常的用肥 我个人建议呢就是花多多的二号 大家也可以配合一些底肥啊 像奥绿A这种 奥绿的控死肥非常的不错 总的来说呢,非常的好养 以后呢,我用大家说一个 花期过后的一个修剪 以及它的一个换盆啊 还有它的一个怎么样 再让它二度开花 好了,如果说大家觉得不错的话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终的 咱们下期再见